好的 欢迎回来 马上开始第二局比赛 第一局的话其实 第一局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 竟然RW侠他们在发育 运营 对抗 这三个点上并没有找到平衡 确实没有找到他们的Balance 那既然你找不到这个平衡点的话 那我觉得今天他们对到武汉Estar Pro的话 应该会输 我觉得应该是会输的 因为Estar的打法是非常克制RW侠的 玄凯教练在上一场对任到北京微博的时候 赛后采访里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班位上面是针对了暖羊 觉得暖羊会影响到RW的发育 而RW这支队伍的话 他们的一个场军获胜时长是联盟第三场 S组最长16分01秒 场军落败时长是15分35秒 是联盟第三快S组落败最快的队伍 是的 就说明他们只有发育成型了之后 才能赢下比赛 但是你如果遇到对抗强度很高的队伍 他们会输得很快 所以说就是说白了 你被打乱了你的节奏 你没有发育的时间 而武汉E-Star Pro的获胜 场军获胜时长 比他们上一场遇到的对手北京微博更快 快了一分钟 所以说E-Star喜欢的终结比赛的方式 恰恰是金RW霞最讨厌的 对 大桥还越来破加蓝 加蓝 其实我觉得这个办法 这是我们前面聊那个金RW霞你逼逼战 其实你没有必要既保持大哥 现在发育路发育的时候 又在对抗路拼命对抗 其实他们如果能把换节奏这点上做得很好的话 那其实可以做到发育和运营 不能双拳齐出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两边都想 感觉他现在就是又想对抗又想发育 这就不行了 其实你要舍一边 上了 现在发现有一边拿了海悦之后啊 大桥体系的那一方直接不出老夫子了 出也白出了 干脆不要 二轮半 半条加罗 把这种长手射手给半了 技能RW霞当飞 比较克大桥体系的优走位 咱们这把得注意一下 他们是自己选的蓝色方 嗯 外方选边吧 敌人杰 那从 英雄区来看 嗯 把萌芽给搬了 我本来说剩个萌芽 从英雄区来看 嘴哥这把就萌芽 嘴哥这把就萌芽 哈哈 公司里用了 敌人结盘了吗 嗯 大小姐架道 通通闪开 就研究了英雄区的 哎 留了个名试影啊 是不是 射掌射掌 RW霞怎么说 自己也没有什么线上 好像很好去 线上到啊 这里的一个是 戈亚嘛 要不然就拿个戈亚 还能打一打 鱼姬家王昭君 王昭君是正常清线英雄 嗯 那我真觉得这个打法 郑重下怀 嗯 这个阵容 又是很发育的一套阵容 对 那喜欢打你这样的 就是你一直在 他这个阵容的整体 给我的感情 是你出舒服的感 就是他们始终还是把自己的 这个焦点聚焦在了对抗路的对抗上 但首先我去说一实话 我觉得小叶跟子萱的对抗路对抗 我们不去比较高低啊 你没有办法保证 你一定能在对抗路上 跟坏爱坎然拿到优势的 嗯 对吧 对的 甚至说从默契的角度上来讲 伊斯塔的这个上野组合 可能默契都要更高 而且 伊斯塔他们在对抗的过程当中 可能清荣和子阳也会过来对抗 是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伊斯塔 一直以来擅长做的 而上一局比赛 其实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 这RW霞在发育路 又发育的很顺畅的同时 他们在对抗路频频的搞了事情 这个东西你从两个角度来看 有人说那你打赢了不就开花了吗 你要打输了呢 你下路是不是发育不烈了 打输了就炸得更快 对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点上 没有做好平衡 导致我们出现那种所说的 你打架发育什么的 你失衡的问题 其实这局比赛又是一样的问题 黄契刚才讲到那个点 你又是极度的发育 而且鱼姬我们前面 在上一场比赛有聊过这个问题 这个英雄的发育 其实别的抗压是还不一样的 太长了 这局RW霞 其实他在上半区 跟武汉伊斯拉Pro做对抗的时候 不要死战 对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清线 如果能拿到线权 快速清掉 然后收缩也缺 然后帮着中路抢线 就慢慢通过这一系列的 就运营的方式 保证自己不掉血量 来保全自己的发育 千万别跟伊斯拉真的打起来 我觉得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在上半区 你清好线的目的是 为了你能够让你的坦克优先 对优先去帮中路加视野 然后能够辐射到发育路 还是核心是帮助你的大射花云去发育 而不是说为了打崩对面的对抗路 进对面的野区 对吧 是的 你现在打崩了 你自己崩了怎么办 这把如果前期安稳的过渡 过渡到中期之后 因为有耀这个英雄在 耀其实是好打蓝的吧 那你一路带线起码是个优势 看看吧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究竟花路谁架 进入比赛 全军出击 至少 瞬发 对 خ族 中狼小切 对抗路 crush 一座 赵 争 吵 汉 召唤野区,同时想拿一个赤甲 河道之灵空到,再给赤甲压力 拿到我杀利的赤甲还直接不要的 Esta想先回中路拿线权 所以这个赤甲暂时先不打 中路的河道之灵,小A可以拿走 顺便分个中线 李逍遥的皮肤带了两个红月 这把小A是一个肉野刀 那就是配大桥体系的一个半肉药 如果是一个肉药的话 那想切孙朗香和明侍影 这一套组合是有点难的 如果是个肉药,我感觉是把孙朗香点无敌 你还得考虑有个海月 搅整阵 semis 好,现在按摩 这 intermediary 我给你再过来 一路的填 cambio vamos 它是0 a 这是我们一路逃不着 什么 帮我下指全的 ł i 花海在,跟过来,二技能逼出来,等cd,闪现拉开 只是被打的错手不及,没了 一血到手,被蹲了个错手不及 是啊 庆荣这里破绽卖的比较好 嗯 勾引到了花云 对 蹲了很久 马上感觉RW要开始保一下花云了,因为你不保花云让一个四级的海岳单挂边路的话,鱼姬是很容易被单杀的 是的 通罗动手,套集火 拍起来再崩一下 这么轻松吗 哎 这波好,应该是子轩赶过来了,跟效应两个人用闪现去留了 民视银河做让一下 三两波了,第一波打闪,第二波打人 就整个中线这个位置,感觉警惕性没上来 RW有一点就是,他对抗路,线权就已经不要了,他不要线权 他只注重于中路 他想通过拿到中轴的一个视野,视野权,然后控制中线 来辐射到发育路上,看能不能 在保全发育路的发育,然后保全打野的发育 其实是个 是个办法 但这个不那么稳定 在这里 这里还是苏尚香和小明主动给机会 传上来,直接包住 要利用原初法阵传下来之后,直接两段大招 瞬间是往左边 中路 偏移了两段 偏移两段 拉近了距离,然后跟连扑两个人形成一个左右的夹击 扰人 13 扳扳扳 扳扳 扳扳 小夜反向偷经济 1-4大就是他虽然有着那种前期想跟你上强度上对抗的感觉 但 也会出现 给机会的情况 对 在这个赛季,1-4大就是保持着 以往的一贯打法 但是 他们的 给机会的次数 又比以前更多 对 以前可能一场下来 不给机会 但是现在会发现他一场下来会给很多机会 这就是那个战损笔的问题 下落一塔先破 我觉得这把他们RW霞都是清晰了很多 子萱早早的过来 现在就让小夜一个人在 S里面虚面推回去了 现在小夜有优势了 小夜他现在单打花还完全没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英雄压制 还经济领先 然后他经济领先 太舒服了 RW接下来就只要平凡的控制住中线就可以了 就可以拖到花云 与机经济起来 但这个东西也得说一下 就是如果他们是这个出装的话 其实到后面如果让你蒸蒸的拖到大后期了也不好讲我感觉 如果你打不死比赛 到后面你切这搜上枪也还是难切 到后面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 大概12分钟的时候 搜上枪已经三件套有了 然后发现子萱的这个联波 太脆了 对 因为他一直在战事业做事情 大家看着他现在装备吗 等会儿 倒不老师跟我们看一眼就行了 这已经是 散件 他现在 一个背心 一双鞋 一个草裙 一个手套 他现在都是一些散件 还好就是前面几波是帮助队伍创造点 有水 稍微要 再吃点钱 小夜 小夜这里卡着两格能量 想打两段一技能 所以花海不敢进场 花海一进场就要被打个半戏 二技能 交出来 大先抢中线 万云的这个装备无尽之后直接做破晓 后期中也是成型很快的一套装备 出色要给了 想先骗 把草里这个人骗出来 两边现在是 谁都拿对面没什么办法 就各发育各的 但 这个局面是 RW霞最喜欢的 拖住了 他就喜欢这种 我中路 就跟你亲个线 然后 双核心发育 但是 索性 这把一斯大是一个 迷失一刷 我觉得他也是打发育 这把一斯大也要打一点发育 对 只不过发育到后面 可能是 没有 RW这套这种厉害 对 不能不管 RW霞 确实也不是很好先手 先手点稍微有点薄 连波 好痛 拉不走 他就给个大招 给自己提供一个免伤 对 免伤 冲线 王上勋给大招 压了一下 一枪的时间 一针这波反应快 这个阐线 没交就被 被连波控起来了 开大招 直接压位置 压位置清线 继续法语 等化于神装 十分钟的龙 到时候就避免不了 给项鱼奶了一口 还是要打一架的 这个先帝人 要可能打 上两下 项鱼顶一下 大招接闪现 自己先卖在里面 稍微有点点 走啊 龙的血量 其实也收不掉 那一下子 只是一条小的 对 反座 蓝帝来了 每桌 状态还不错 还得拉扯出来 小叶有些伤头 对 先踢回家 再把人摇过来 看中塔 再来两下 可以点掉 华云强点掉 还得看这条龙 十分钟的暴君 其实意思大的话 现在虽然说战绩在联败 这波 暴君控制力还是蛮高 看大桥放不放电梯 如果不放电梯的话 要被包 直接给电梯走了 那走了之后 花海 大招推出来 这个红阿富 一个陈交完 红拿走 花云出道的破晓 伤害上 是已经够了 现在就是他 可能会 少一个魔女吧 我觉得他如果 如果没魔女斗篷的话 轻荣可以考虑拉他 先带了对抗路的线 然后一斯大选择发运路线 不得闪现跟进 拉走王绕军 那可以形成单杀 强行击杀 出来的一瞬间 卡住位置 踩一脚 先打的是坦然的 向羽 打掉侧面 拉出来的一瞬间 要给两段 再跟过去 逼出紫阳 两名是你的闪现 蓝在里面挂 那伤害够不够 差一点 双方一换一 坦然在那边是为了 卡于一位置 两刀 小夜 这波 被更容减速了 开来 强化大 强化一 再接个大招 我觉得在追花海有点危险 花海可以杀 有汤球 等技能 二 队友来了 因为小夜的经济其实是有点高的 嗯 但小夜 因为他做的这个装备嘛 伤害偏低 很肉 伤害偏低 他做的是肉刀 然后冰痕之卧加爆裂 嗯 非常的肉 十分钟的暴君 先拿到 哦这么打下去 等一下花云完全成型了 这局的花云一旦成型 其实一伤还是压力有点大 蓝不好切 对蓝不好切 而且一张这里虽然他两个没事情 但说实话鱼姬不是很怕 小夜 肉刀升级 有约 感觉到了 比细节 比团战的时候 比团战就是RW擅长的 保住自己的大哥 对保着大哥打 一会转过来 正好兵线处理好 这条主宰直接摸 小叶第一时间没有来到主宰坑 他想蹲个人 想蹲一下花海 那花海也没有靠过来 那就直接先把中线拿掉 龙感觉大是不要 毕竟花海不在 他们缺少一个成绩点 直接Rush 无处不在的话 主要还是自己加野区 谁让他们加野区 他也不是特别能进得去 因为RW中线控的比较牢 他中线一直掌控在自己手里面 伊斯大没限权进不去野区 其实感觉就是 平和在慢慢倒下RW这边 主日之宫出来了 卡住位置 胆线拉开 算一下没闪 是个伏笔啊 连波要开他 自己扛不住啊 很脆 冻住了 补伤害 我感觉这是完全是恐吓 这波 他那个跳舞球 我感觉就是 我想真的上去尝试一下机会 但后面发现才进场 砸了两下之后发现自己有点扛不住 我感觉他这么开 就是对面开不开到 我不知道他自己肯定出不来 而且他被轻荣的大招给拉住了 所以他只能闪现退出来 但这样的话两座二塔全拿掉 倒是不亏 哎 哇 没过去 被点两下 花云闪现交了 花云闪现交完之后 那我感觉清荣可以尝试找机会了 拉他是吗 对 再看花云自己站位 他得找一个绝好的机会 这RW想要会收着你 花云没闪应该会等 肯定会等 RW这个队伍的风格就是 保大C 然后让大C好好发雨 让大C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 他们这个不平衡一直都在前期 就是做不出 到后期没啥问题 对 很清楚怎么回事 花云气血 气血有了 挺容易 拉进去也打不过余计了 下一条暴君马上刷 一针破晓 花云即便选择的是破魔刀 还是回了波加 花云在绕 想用这条暗影暴君逼团 然后让花云绕后 然后趁着花云没有闪现的时候打一波 但花云这个位置啊 不太容易绕到后面 一针闪也没好哦 要进来被项羽顶了一下 龙拉脱 清荣残血被点死 黄云 杨特别进来 找到了蒜翔的位置 砍了一刀中自己非常肉 这一点又抵到蒜翔面前 再推手 活活送回塔利 项羽加药的二连推 一个脸接力 把一个肉要活活顶死了 小夜被扣得动不了 对 很无奈 还是个抵抗血 华海又在绕 但缺少一个把鱼姬二技能逼出来的人 位置被大乔给找出来了 或者是射手 一闪 接大招 胆换闪 看位置 一技能拉出来 往侧面走 大招 留人 侧面的篮进场直奔后排 王昭君吃不消瞬间被打掉无坚不摧 大桥是救走了连波 哎哟笑语这波汇月没开出来啊 他自己先给了闪 对 如果在花海扑进来的一瞬间他把汇月开出来的话 汇月结束之后再闪现拉开 有机会反杀花海配合鱼姬 暴君一斯大先动 少一个中路 阿代表史亚这怎么说 连波 压进去 拉出来 他想去骗青蓉大招 但是这个位置他们没有先手 哦顶进去要两段打完龙 被花海拿到 小叶没成功拿下来 现在要保一下青蓉出来 花云往侧面闪 吃了迷信一个大 蓝再往里走 找一级的位置 一级开二级能反点 怎么说 往侧面拉拉不走 被吃掉 另外一边在追小叶给上一个大招 死不掉 再回到正面看能不能留下连波 有大桥的一个电机再留不住 小叶没啥团战全是就是输在这种一点点小的伞 对 反正伞 就感觉自己有了经济之后可以打架了 但在打架上缺少一点细节 咬着肉 就他们永远是先减原的那一个 被推回来 再吃上一个大 吃上一个伤害 大只能回电梯 大只能回电梯走 花云复活 现在中路河道两侧的视野 全都是武汉西大普罗的 这把最后的核心还是拼风暴龙王的 是要打到风暴龙王的 这没有别的说到 哦 开 连波的开团太软 哇 一针今天的反应速度好快啊 而且闪现使用率极高 这确实是连波这个开团 确实太软了点 我虽然蛮敢打 但是 这一凶开团手就是不太行 嗯 他现在能做了就只是跟一针闪换闪 但换闪之后怎么办呢 后面只能说有利于小叶的绕后 直接磨倒所长翔吧 但是小叶这个装备 第一波进去 虽然牙肯定不死 就这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闪现 每波都能必须一针的闪 看起来是直的 问题一针的闪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只需要留给连波 是的 就只要连波没闪了之后 他这个闪好像也无所谓了 有没有闪不重要 不过一针在没闪之后 他的站位就不敢靠前 倒也是 开队非常谨慎的去打伤害 不太好死 苍穹被打出来了 哦 华鱼点出了青龙的闪现 再跟一键 把青龙打弹了 闪现过去 补了一下 他还不够啊 这闪也浪费了 好像是没打到 对 正好卡草丛了 这龙怎么说 一大师干抢 出场坏了 平成 抢到了 非常关键 对 而他不是他这局比赛感觉 突出一个憋屈 花海怪不得能抢到 他装备上有个破军 有破军的话 他斩杀线是比小叶高的 没错 而他这个龙开的也就是 没有什么防备 对 也没有什么防备 因为他没有卡住上面的人 卡不住 其实 也不是B团 就是打了波龙的血量 那么花海这波抢龙 就很关键了 直接把龙放在上路 给到RW霞 风暴龙王 镜向边的一个压力 这个主宰真的是有点草率 上面一点是也没卡 也没B团 大家在拼城嘛 拼城人家有破军 你斩杀电P不过 上羽的位置没有看到 首先蓝色方式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应该很黑 直接往前压 不让你去轻这个龙 很轻下路的 依斯大要把这波龙用好 看能不能逼掉一个上路高点 网绕军音要给大招了 我这都不给 发现依斯大没有想压的举动 对 药木魂 拼耐心 这时候就是谁出失误 谁谁出事 是的 这时候就是宁可再拖一拖 千万不能着急 两边都一样 高地都在 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 而且两边前排球现在都比前面要肉一些 火力全开 连波状态被打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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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59%先手被鸡残的鱼鸡 反手拿到了两个人头 RW他们的一个防线 就对于花云的保护做得太好了 花云被打残 直接自己往上面拉开 然后其他人一字排开法 武汉E Star Pro的人全部都隔开了 吸了个血又回来了 主要是一阵跟他的两枪闪现补上来的时候没出暴击 二技能大招拉开距离 再点次相约 反手过去 蓝切进来 切不死 无敬于是 身杨复活甲站起来的一瞬间跟个冰冻 明刀也不好使 自然圣紫阳一个人 已经结束了 炮车过来根本不会让你摸到 跟过去点两下 打出团面 压进去 直接拆水 金鱼生一针一个人 面对五条大汗 激火瞬间一秒出复活甲站起来 再跟一波击杀明刀 再触发击杀掉 二连击破 那时候海悦在火 无穷无尽后面有个炮车 不管三千二一就是拆 那么恭喜吉德 RW下 这比赛有种五头首尾的感觉 曹操了是最后一波团战 结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画面 电光火石 花云机会抓得漂亮 对 我本来以为是 会在龙王那个位置 有一波激烈的团战 我以为会还拉扯一会儿 对 结果第一时间开的位置不错 但是也不知道该说是 暴击不出呢 怎么着 反正没打掉 就麻烦了 让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区的看法 几年RW下扳回一局 这一局怎么点评 怎么点评 你先来 北老师先来 让我舒缓一下 你先来 天然起来了 我觉得吧 就是团战被RW给拉扯了 但是我想说青龙 他其实有时候可以说 没有必要去那种 去消耗黑场一波视野 然后早就会可能说 去找机会能拉拉鱼姬 因为鱼姬那个出装 其实只要被海悦拉进去 其实会被秒的 他会直接给他秒了的 因为他做的这个装备 对的 首先他出的是爆发 然后鱼姬也是没有出到魔女 其实如果能有一波团战 拉到鱼姬 就可以直接秒 因为我看项羽和尚尔项 其实是最后一波还有蓝 其实一直在找鱼姬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知道 鱼姬的二技能是物理免疫嘛 其实说还是让法师去杀他比较好 所以说还是得靠海悦 早就会去拉一波会比较好 对 但是我们看到海悦 一直在正面 这局我看到海悦的一个出装 因为大家可能就看这个版本 海悦出装更多情况下 是偏肉海悦多一点 肉海悦就面具 日暮那一套比较多 对 但这一局的话 他是做回想帽子这一套 你做回想帽子这一套 然后又不确定鱼姬 团战就是一直在正面 就是很奇怪就是来探草 他一直在用回想探草 然后也没有说有一些绕后的举动 就在我的认知里海悦这个英雄打大桥 应该是逮着大桥打的 就是跟打地鼠一样 但是我一整局都没有见到这个画面 就正面的团战也是一直就是说花海在找机会 一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人打出来的优势 然后到中期就是没办法终结比赛 团战的话感觉像少了个人 其实可以说海悦 他可以早就会去藏藏视野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最后一波如果 应该蓝是被药给盯住了 要不然最后一波感觉 其实鱼姬被双向点了一项之后 感觉接绕还是挺有机会的 但是鱼姬这个出装最后一口吸了 一大关鞋回来 关键团战输出 最后因为像刚Bass也说到 其实一把看到花海的蓝 也在频繁地去找到一些机会 所以其实几难不下在场上 一直到这一点 最后那波决战团也是小叶这边的药 其实一直在对花海的蓝 进行一个盯防嘛 对 其实你看这个阵容是 因为它是单前排 单前排的话 是项羽一个人 就是他顶到半选的时候 基本上出被动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两个选择 要不一闪走 要不直接一闪进去大招 硬开一波或者大闪 硬打 但你要把团战接起来的话 第一时间你海悦另一边 得把战场拉起来 然后花海这个时候好绕后 如果他没有环境绕后的话 就是要去盯他的话 另一边正面 正面就是说少个人的情况下是打不了的 因为后边没有输出环境 我觉得这个阵容 除非海悦打团把鱼姬拉进去 不然 或者再一个你把连坡拉走 直接把连坡拉走也可以 但我觉得把连坡拉走 对 就是容错率没那么高而已嘛 就是如果剩下项羽 宋老山加明世影去打到鱼姬 王朝俊英加大桥 我觉得还是打不过 因为鱼姬在外面还是比较很难 是 本局MVP也是给到了 锦南RW侠的花云鱼姬 他的伤害占比是37.6% 七杀242主攻 可以说这把就是一直用连坡去顶在前面 然后一直进大桥的圈 然后起到消耗的作用 然后鱼姬就可以在后面疯狂地输出 对 就是E-Star选出了一套海悦阵容 然后他去想去打这个大桥体系 但是确实没有发挥出来 也没有看到说海悦能拉到一波特别好的机会 然后也没有看到幻境 这波其实有点可惜 这波我以为他坦然这波会一闪七手 但这波因为吸血吸上来 对的 这波回头就被反开了 伤害太高了 然后其实在正面的时候一直也是看到 锦南RW侠这边 就好像双方一直在正面给一些碰撞吧 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可能海悦去藏视野 然后来一个出其不意 嗯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画面 其实打到后期 其实你看中期中期的时候 然后RW这边就是一直在让那个小夜去带线 带边线 但是因为带了两波 带不过 他发现一个人有的时候 就是带那个二塔线他没办法带 他就不带了 他直接去正面办OB挂 直接就是挂挂野区那边了 靠着正面的大桥的回复能力 去把你人的那个前排状态打下来之后 我等中路线进了我再去运边线 然后从野区给你压力 因为可以说后期鱼姬已经无敌了嘛 对 那我们不如直接来抱团 然后跟你们一直接团 如果一世大会跟RW接的话 那就一直接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打团是依靠电梯流 完全是有优势的 然后如果打一波团叫个点 那就可以进下一步推打 或者是开轮都可以了 是的 对就越往后拖 其实几能不下这个阵容是越不怕的嘛 包括你看到最后一波团件的时候 鱼姬他凭借积极二技能的一个容错率 其实他在团圈当中是可以打出很多输出的 最后的话也是看到MVP给到的花运嘛 今天赛前的时候 Vest就长得花运这个点 果然他这一局不负你的期待 比较稳定 其实那波也是就是单切算箱嘛 但是后续就是你看另一边 蓝没有进场环境对吧 然后算箱 算箱没办法 但鱼姬带个二技能确实点不过 对对对 然后收益比较短 就打到后期鱼姬开个二技能 如果算箱可以打一枪 直接开二技能加日元直接反点 算箱确实会变得 你像这种如果说控制比较少的阵容 他甚至可以把鞋卖来换个破军 对对 花运的话确实 根据他以往的比赛来看的话 就是他是特别喜欢做全输出那一套 但那块钱还不够 对 他是很喜欢做全输出的 对 留一个复活甲的钱 是 不过今天其实前两局看到武汉SAR Pro这边 他们去构建的一个阵容体系 都是一个坦边加上野河 你看前两把然后花海用了靖和蓝 对的 嗯 就可以说他们最盛产的可能是这个吧 所以说他们想先找一下以前的感觉 看这一套还行不行 嗯 想试一试 嗯 然后像小叶的话 有玩到自己比较擅长的战士 像第一把的弓本 然后这一把的药 这一把的药 我觉得他这第一把的弓本 他是一直在绕后 我们当时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 对的 然后他是被武汉SAR Pro这边给化解了嘛 毕竟他们也是一个孙命体系 对 对 但是这一把的话 他的药其实做的这种盯防 我觉得还是发挥的挺到位的 对吧 等于也就互换了 他要去盯防对面的蓝 嗯 而且他这把刚好是个肉药 对的 他玩的是个肉药 对 他的出装还是比较灵活的嘛 是 出的 出的全都是护甲装 是的 所以现在双方也是战成一比一平了 未来电竞旗舰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王级 BI酷十一月想操控开启电竞世销新纪元 青阳喜护界的王者品牌 征战侠古镜爽耀眼 无懈可击 无谓向前 青阳陪你站上世界之巅 超会送的美团外卖又来送啦 观赛期间别忘了上美团外卖搜索开黑 领取KPL粉丝专属福利 线下观赛门票 开黑皮肤道具 还有现金大奖等你拿 美团外卖不光照顾你的观赛日常 还要送你来观赛 啥啥啥都送 选骁龙痛快赢第二代骁龙8 移动平台信唤星登场 支持全新Snapdragon Elite Gaming特性 带来更具沉浸感的竞技游戏体验 感谢行业和组伙伴 骁龙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那其实这两个队伍的话 都是要去到一个气候赛的败者组 是没有复活甲的 而且这是他们在气候赛之前的 最后一场常会赛 两位嘉宾觉得说 他们今天应该主要的目标 会是放在哪里呢 我觉得还是更多找找 自己擅长的阵容 然后多找找比赛的感觉 然后激起大家自己的士气吧 因为其实现在排名 已经没有太多重要了嘛 就尽量能把自己发挥好 找一找以前的状态就可以了 我觉得第一个是 为季后赛做准备嘛 就是你首先这场你得赢 你如果这场不赢的话 季后赛影响可能会蛮大的 还是要调整到一个 用一场胜利来帮助大家 找回自信的状态 让我们稍息马上回来